郭文貴議員 接下來我們請郭文貴議員巡達 郭文貴議員巡達之後 我們大概12點以後 我們就改為5分鐘 我剛剛已經宣布過了 謝謝主席 可不可以請李部長 李部長 今天那個嚴明會的有沒有來 嚴明會的有沒有 老委會有沒有 都沒有 有關那個 嚴住民的這個 有一個 敬老福利生活津貼 那我要讓部長了解一下 嚴住民領起 敬老福利生活津貼 是55歲就可以領 那領到64歲 那到了65歲呢 就是領國民年金 現在還是這樣嗎 現在還是這樣嗎 現在還是這樣 還是說敬老福利生活津貼 已經全部納為國民年金了 沒有 那嚴住民還是55歲 跟嚴明會來領 敬老福利生活津貼 還是領國民年金 55歲的 他是原住民給付 是屬於那個國民年金 裡面的一種一個種類 對 他那個現在還是領55歲 是領敬老福利生活津貼 還是領國民年金 應該算是敬老福利津貼 原住民的給付就是 原住民的敬老福利津貼 好這筆錢 是嚴明會來來支付吧 對不對 不是內政部嗎 那我現在意思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有很多 原住民啊 他們本來是領敬老福利生活津貼 然後到了64歲 就必須要重新跟內政部 來申請國民年金嘛 對不對 但是很多人在領的時候啊 不曉得怎麼樣申請的一個過程 可能是先導不夠啊 或者是要重新再填表很麻煩 弄成原住民有很多啊 到了65歲就沒有辦法銜接了 跟內政部沒辦法銜接 這個問題是出在哪裡 我們是會 我們有針對原住民的部分 特別加強宣導 那是原民會先導還是內政部先導 我們都有 原民會也會宣導 我們內政部也會宣導 對 而且我們還有派人去做訪事 但是現在我聽到的是 有很多鄉鎮啊 有些原住民過去領過 敬老福利生活津貼的 但是要申請辦國民年金的時候 就領不到了 他可能是 因為他沒有繳費 沒繳費 是他沒有繳什麼費用 就是國民年金的那個 那個那個依照費率計算的保險費 依照費率計算的保險費 對 那這個這個我想說這個部分啊 我是希望 內政部這邊可不可以多先導一下 好 可以我們來跟原民會來密切配合 就說這個費力這個這個要繳多少費用啊 這個要跟他們先導啊 這個這個可能跟言民會這邊呢 要多協調一下 是 我們到目前為止 光內政部的部分我們 跟文明會跟內政部加起來 我們訪市的四萬多四萬六千多 我們還會再來加強 好 那第二個是呃我想請教一下部長 是 呃有沒有可能說這個 因為原民會每年是編了八億多了 付這個敬老福利生活津貼 那這個部分看是不是說有以後 將來由內政部來統一作業 這個法 這個法源不太一樣 哦 這個這個可能有點困難 因為現在現在弄成啊 因為我們原住民是降低十歲可以領起了 是 因為我們平均平均壽命 啊是比一般的少八歲到十歲 啊所以我們才有 當時有這樣的一個制度 啊 那我們之前也有建議 就是說像這個部分 是不是說將來五十五歲到六十五歲這個部分啊 你們內政部可不可以接手來做 這個看院裡面怎麼指示啊 因為原民會是從內政部分出去的 然後明年他們又要分出去的 所以明年確定不在內政部 可能應該是這個衛 衛福部 不過這是要看院裡面的整體的 這個政策指示了 這個我們沒有辦法在這邊回答 好的 那另外就說那個兒童級啊 兒童級那個我們 未來有幼兒園嘛 那有幼兒園 我想請教一下兒童級哈 那個托兒所的部分 將來是 呃 是教育部 教育部來負責 對 那你們今年的經費 呃 是有增加嗎還是減少 呃 沒有我們就把整個預算 就呃 直接劃播給教育部 呃 直接劃播給教育部 在102年是 是 那原住民鄉鎮的 托兒所 也是 也是教育部 那全部教育部來做 是 那但是經費是編在你們這邊 但是儀給教育部 是 儀給教育部來做 是 儀給教育部來做 那我想說這個原鄉托兒所這邊啊 呃 像將來如果萬一有什麼災害 像上一次我們去兒童級也看了幾個地方啊 啊 像男兒童的什麼托兒所 那假定 啊 又有這樣的一個災害的話 這個是將來是跟教育部來申請的 是 跟教育部來申請 是 好 這個 另外我想再 接下來再跟部長談一下 是 就是我們昨天在內政委員會 談的一些話題 是 那就是有關那個 仁愛鄉那個爐山溫泉 是 那昨天部長有答覆 我跟秘書長報告了 跟秘書長報告 對 希望他組一個 跨部會的委員會 來從 來面對爐山溫泉這件事情 那現在現在有在作業了嗎 現在因為大家都在會齊 所以他 我秘書長有有 我是建議他指派一個政委的 嗯 來來協調這件事情 事實上這個這個提案 我在前年就提過了 是啊 我在立法院用臨時提案 我覺得那個那個是摩拉克之後的一個 也是一個災情嘛 因為去年我為什麼會主動去去注意這件事 因為那時候我的身份是政務委員兼工程會主委 那今天我現在我沒辦法介入的原因是 我已經沒有政務委員的身份 所以我有拜託秘書長說指派一個政委 我會把我所觀察的目前的所有的資料 都會在這會上交給他們 繼續做下去 我想讓部長知道一下 是 爐山溫泉是分兩個層次 我知道 一個層次是現在爐山溫泉的業者 對 他們將來可能要簽到 福星 福星牧場 那這個部分他們要求 這個是不是可以比照莫拉克的 這個這個特別的這樣的一個救助 這個有研究過了 目前假如要比 現在我記得好像預算是 看怎麼看的 二十幾億到三十億的規模 那今天莫拉克的那比那個經費 其實也沒辦法 也沒有辦法這個容納這麼大的一個 是已經用完了嗎還是 不因為莫拉克的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會他有一定的要件 他仍用在某些的項目 假如要比照的話 一戶大概就是幾萬塊了 跟那個這些業者要求的規模 差距太大了 他那個有合法建物跟非法建物 我知道合法建物目前問題不大 現在是非法建物問題 是你那個救濟金吧 救濟金的規模跟業者的期待 有一個很大的落差 那我現在我要問的重點是說 我們那邊還有很多產業 像盧山溫泉的後山 我們這邊有這個有兩條溪 一個是塔魯灣溪 一個是馬赫波溪 那後面有很多產業 那個都是原住民的保留地 那今天就說 因為我們要通到保留地 連那個橋都沒有 現在我們村民陳情是說 即使盧山溫泉 將來要切到埔里的話 那是針對平地的業者 這是經營旅館的業者 但是後面還有很多我們的傳統產業 我們的這個產業保留地 那邊還有幾十戶的 我們那個村民 他們在那邊是做農維生的 您講的是建型 就是這個後面 金營村啦 金營村 廬山部落 像那邊的產業呢 也是我們保留地嘛 那我們現在很擔心是說 假定廬山溫泉說要廢掉了 要牽村了 但是事實上我們的產業還在那裡 所以可能要分兩個層面 就是說我們通到保留地的這個產業 我們還是要做的 像好比說 有些什麼必須要造林的 有些有些農路的建設 有的橋樑的建設 這個我希望說行政院的政策不要影響 這個可能到重建委員會吧 應該是重建委員會來考量 所以我說不管廬山溫泉啊 它何去何從 那個是針對我們現有的溫泉的產業的部分 那是牵涉到行政院的整個政策 但是行政院政策呢 你不能影響到我們本來就世世代代在 在那邊做農的原住民 所以我說是分兩個層次 那我很怕就是說 因為本績是來自那邊的嘛 就行政院說這邊要廢村了 那但是我們這邊保留地沒有橋 沒有農路 那行政院說這個已經廢村了 我們廬山溫泉放棄了 我是不希望看到這樣的行政 這個例件我會來幫忙反應 我會來幫忙反應 我想說這個可能跨部會的小組啊 可能會比較著重在廬山溫泉的 溫泉的產業跟安置的輔導這方面 但是我們原有的產業還在那裡 我知道您委員指教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顏住民的部分 我知道 其中有一個是例行產業道路嘛 對 那個是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了 是 那所以我想說部長這個部分啊 要讓部長了解一下 不是只有溫泉的產業 我知道 還有本來在保留地的這些農業 財業什麼這些方面的 是 可能有